欢迎回到麦子学院,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发声器动画 好,来看一下课程大纲 那么上两节课我们已经讲解完了数字发声器和简单发声器 简单发声器之中为大家制作了两个发声器的简单案例 那么这节课就要为大家讲解一个重头戏,就是粒子发声器 但是我们的Motion5还是处于动效的基础课程 我这里边也不为大家提供过难或过于复杂的发声器效果 好,首先先来看一下我们最终要制作完成的发声器效果是怎样的呢 看到这个就是一个球形放大的粒子发声器效果 好,那么下面我们来看它是怎么建立的 我们来到Motion5 那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Motion5的发声器 Motion5的粒子发声器都在哪 我们来到资源库选择粒子发声器 在下边能够看到 在这个对话框中 这里边全部都是Motion5为同学们所准备的粒子发声器 它会有各种各样的运动效果 通过Motion5为你提供的素材帮助你建立相应的动画案例 好,我们现在随便拖拽一个到项目之中 我们来到第一帧修改群组时长 来播放试一下 我们来修改一下群组大小 我们放大一点 好,播放来看一下 这个发声器直接拖拽到群组 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使用了 我们全屏来看 这个发声器其实效果也是非常的简单 就是通过几个旋转的图形来实现的 当然我们直接从资源库拖拽到群组 这样的操作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简单和容易操作并且学习的 好,我们来到最下边这个地方 在这里边能够看到这是发声器中所使用到的发声器元件 好,那么我们关闭群组 我们继续来到资源库 在资源库中我们再选择一个发声器效果 好,还是要对它的播放时长进行修改 好,我们关闭一下上一个群组 然后播放时长进行修改 那我们放大再来看一下 好,全屏 这个发声器其实就是类似一个烟囱 或者是吐气或者是冒气的一个发声器的效果 也是很有手绘感的 这些发声器其实我们在想做动画的时候 还是比较便捷的能够对它进行直接使用的 我们先选择这个发声器来到检查器 下边发声器 那同样在这个里边我们可以对发声器 对发声器进行选项的各个数值进行编辑 那在最下边粒子元这个地方就是发声器的形状来源 好,那么下面我们新建立群组 然后绘制出一个圆形 对圆形的颜色进行修改 变成一个红颜色 我们选择发声器来到最下方 把圆形拖拽到粒子元 我们再来看一下 把圆形关掉 修改圆形播放时长 好,我们再来播放看一下 刚才冒的白颜色气泡 现在是不是已经变成了 我们刚才建立的一个红色小球了呢 对吧,能够看出来 好,那么下边我再来建立一个动画效果 继续添加群组 资源库 我们来选择一个羽毛 这个动画效果 这个粒子发声器效果 我们把它拖拽到群组3 再拖拽一下 拖拽到群组3 好 此时我们同样再来播放试一下 看到了它是一个羽毛扩散的感觉 那这也是资源库为我们准备好的一个粒子发声器 好,我们来到检查器选择发声器 在这个里边同样可以对粒子发声器进行数值或者是形状等等的参数 能够对这些参数进行编辑 其实这个地方就和我们在编辑 所以复制器很相像 它们的参数设置都是很类似的 我们来到最下方看到粒子圆这个地方 我们同样把粒子圆进行修改 我们把圆形拖拽到粒子圆 能够看到在屏幕上 此时羽毛已经消失了 已经变成了我们之前建立的圆形 一个红色的圆形效果 然后再来播放试一下 好,来播放 能够看到此时这个小球就有了一个像粒子发声器变化的一个运动效果 那这个效果其实是通过资源库当中的发声器来对发声器进行修改而建立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在项目中建立粒子发声器 那么自己建立的粒子发声器的编辑 是和我们现在进行编辑的效果是一样一样的 这里我就不再做更多的演示了 希望同学们在课下多多做练习 多做尝试 那么关于更多的粒子发声器的效果 我会在高级课程中为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 那这里我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 好,同学们我们下节课见